一開始的是我們也請媒體的朋友 現在我們拍張照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右邊的朋友 好 然後呢再來是右前方一點點的朋友 中間 中間就兩隻手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揮左手 左邊 台下還有朋友跟宋忠祺穿了情侶裝 謝謝待會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可以拍照 謝謝所有媒體的朋友 好我們請宋忠祺先跟台灣的媒體 以及台灣的粉絲打個招呼 因為我們知道這已經是 是隔四年再來到台灣了 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說的呢 大家好我是宋忠祺 哦 中文真好呢 謝謝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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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請到台灣的工作 你也請到台灣的工作 很感謝 謝謝 對的 自從我去當兵 然後這樣經過了大概四年的時間吧 那虧了四年來到台灣 那這次來到台灣呢 不管是從機場出 從機場也到酒店也到飯店也好 大家很熱情的歡迎我 所以我真的心情是非常的開心的 嗯 我先跟你說啊 我們的保鏢先生 寶哥去接你的時候 真的對你讚不絕口 說你的人又帥 然後人又非常好 啊 敬禮人嗎 我敬禮人 敬禮人 很親切 你說保鏢們剛剛有稱讚我是嗎 可是我剛剛跟我們的同仁有稱讚保鏢 因為他們真的是非常的親切又專業 哦 這樣台灣的保鏢 寶哥也聽到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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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呢 就是在韓國的藝人界當中 非常的出名 就是他很親切 以親切而出名 寶哥也聽到齁 寶哥也聽到齁 今天感覺會聽到很多中文喔 嗯 這一次 因為上次來台灣是四年前了 有沒有特別想念台灣的什麼東西呢 當時對台灣有什麼印象呢 是 寶哥也聽到一個中文 寶哥也聽到 還沒過 行業 沒過 說出了一個翻譯都聽不懂的 雞排? 雞排? 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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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雞排 雞排 我必須要說你今天說了雞排之後 明天粉絲見面會可能會有幾百份雞排送到現場 Oh my God 喔 좋아요 我喜歡 他喜歡吃 工作人員也可以順便吃就對了 那時候就要吃就對了 那時候就要吃就好了 對呀 我們大家一起吃就好了 因為其實你要來之前啊 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粉絲真的期待了很久 然後他們一直很想知道 你在不同的粉絲見面會都送了這麼多禮物 這麼多特別給大家 台灣的粉絲見面會有什麼大禮要送給大家呢 準備 我可以說可以嗎 不過我可以先講出來嗎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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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的電影 我的少女之代呢 是人氣非常的旺的 嗯 就是準備了一個 就是準備了一個 就跟 我的少女時代裡面的內容有關的一個小單元 然後也特別準備了 啊 小幸運這首歌唱給大家聽 雖然唱得不好 可是他是用心的準備了 哇這個真的是很大的禮物 因為是別的粉絲見面會場面都沒有看過也沒有聽過的 嗯 會走音嗎 嗯 哈哈 我要非常努力 嗯 而且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聽說這個環節 是宋忠基 自己要求安排的 他還主動跟那個翻譯姐姐 或跟主辦單位說 欸我最近看了少女時代真的我覺得好喜歡 可不可以安排一個在那個台灣的環節呈現 講講講講到大家都覺得說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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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讓你呈現吧 所以是他 特別送給台灣的朋友 所以希望台灣的朋友會喜歡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而 他送了這麼多禮物要給大家 其實台灣的主辦方也準備了一些小禮物給你 因為你不能去夜市 我們知道你一去夜市 寶哥真的頭就很痛了 所以我們把夜市搬到現場 對 很好 很好 OK 沒問題 來看一下我們準備了什麼好吃的要送給 네 宋忠基 在哪裡呢 在哪裡呢 這邊 喔來了 快快快 看一下哪些招牌台灣小吃 可以讓宋忠基品嚐一下 那叫什麼名字呢 珍珠奶茶 哇 珍珠奶茶 他連珍珠奶茶的中文都會講耶 珍珠奶茶 這個 4年前 那時候也給我買了 這4年前呢 我來到台灣的時候呢 我們主辦單元也有為我準備 喔 很想念嗎 你認識嗎 好吃 太可愛了 喔 所以這麼多裡面 他第一個挑的就是珍珠奶茶了 熟悉的口味 那時候 那時候 4年前來的時候 我第一次喝珍珠奶茶 然後那時候喝了就覺得 他這個非常好喝 首先讓我很滿意的是 這個吸管夠粗 珍珠奶茶吸管都挺粗 他喝了兩次 他喝了兩次 好 為你介紹一下 剛剛你說的雞排嘛 雞排 雞排 這個是小份的雞排 叫鹹酥雞 鹹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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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 大雞排的兒子 鹹酥雞 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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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排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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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現在看到的是 車輪餅 我知道 我知道 這你也知道 我知道 它是 這個四年前好像也有吃過 這個四年前好像也有吃過 吃了不少東西嘛 這個只有這個跟這個 只有這個跟這個 就這台跟車輪餅 這個都知道 芒果冰也有吃 OK 那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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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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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油 油條 油條 多講幾次就會知道油條是什麼 該不會要試油條 親愛的朋友 宋中基吃油條 真是 歷史性的一刻 酥酥的會碎掉 什麼味道 你覺得是什麼感覺 好吃 好吃 嗯 通常我們早餐的時候 會吃油條 油條還配這個 豆漿 啊 啊 啊 原來這是早餐吃的嗎 對 早餐CP 就是他們 啊 啊 原來他們是一個CP啊 是 是 好喝 好喝好吃 他都很會講 好喝 好喝 好吃 他都很會講 我覺得裡面的珍珠真的太好吃了 你可以留著 待會可以慢慢吃 好不好 相信明天 現場也是會有 幾百杯的珍珠奶茶 這個 這個 我的經紀人幫我 把這個收好 等一下給我喝 他到我的房間 來來來 我們先把這個收起來 還是我們要不要請 我們 宋中基跟 小吃們一起合照 好嗎 可以嗎 來 我拿走 OK 希望那個 宋中基回韓國的時候 也可以為韓國的朋友 介紹一下 台灣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嗯 很多東西 李光叔也沒吃過 很多東西 李光叔也沒吃過 啊 그래요 是嗎 是啊 那我比 光叔要來的就是好多了 市民多了 當然 好 來 謝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先把這個 送到他的房間 好嗎 因為他待會 待會可以續杯 不要一一不死 請送到我的房間 謝謝謝謝 大家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嗯 今天呢其實準備了很多 大家很想問 宋中基的問題 我也在這邊呢 一一為大家代勞 其實大家 他這些年來 突然之間真的非常喜歡 那樣的宋中基 真的是因為今年有一個很棒的電視劇 叫太陽的後裔 跟大家見面了 嗯 當中 劉大衛的所有的行徑 真的讓很多 婦女朋友 都想換老公 移情別戀 家庭失和 不可以換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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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呼籲粉絲們 不要換老公 男朋友 男朋友 也不要換 哪個時候呢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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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要換 但是 男朋友 可以換老公 可以換老公 就看你們自己 要怎麼發揮了 那老公是不能換的 哦 啊 那我現在還沒結婚 那重點是我現在還沒結婚 所以大家還有希望的意思嗎 欸 啊 啊 沒關係 這裡可以Pass 對對對 對啊 有機會啊 大家很想知道 是不知道 宋中基私底下 是不是也是像 劉大衛一樣 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然後你做過最浪漫的事情 是什麼呢 啊 啊 我並沒有像劉大衛一樣 那麼的浪漫 哦 哦 男人 男人 那時候 像劉大衛一樣 那麼浪漫的人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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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 如果說 男人當中 有像劉大衛 那麼浪漫的人 應該是沒有的 沒有像他那麼浪漫的人 沒有像他那麼浪漫的人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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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大衛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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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人喜歡 那時候 女人喜歡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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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現了很多 那 劉時鎮這個角色 實在是太帥了嘛 所以他 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就想說 啊 原來 這樣做的話 女孩子會喜歡 原來 這樣這樣的話 男人看起來會更帥氣 所以他反而學到很多東西 可以問我們說一下 你覺得 滿關鍵的是什麼 嗯 哪個動作啊 或是哪句話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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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相信 有粉絲想要問說 不知道 那個 宋仲基是不是有出唱片的計畫呢 嗯 啊 啊 啊 以後 想要聽你唱歌 只能在粉絲見面會裡面了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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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吧 可能 只能在見面會 那這樣以後 票會更難買喔 啊 哈哈哈 那 明天 明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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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明天我也要在現場唱歌嗎 覺得很緊張 不過 我雖然唱得不好然後很緊張 可是在粉絲面前唱 我覺得應該是 可以讓我緊張心情可以反噴很多 然後也可以表現得比較好一點 嗯 那上次在山上場的話是 因為光柱有來嘛 有來當嘉賓 我們兩個一起唱歌 那她的歌唱得比我不好 所以我覺得反而就是由她這樣子的在 所以讓我更有信心 然後讓我也變得不是那麼害羞了 OK 因為剛剛那個 孫雯姐有說明天她會唱這個小幸運 可不可以告訴 透露一點點給我們聽 就是這首歌你大概練了多久 我看這部電影大概有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練習時間好像沒有 就是差不多兩個月以內 就一個多月這樣 但是全中文她就可以這樣唱 對 但原曲是女歌手們叫我 所以我叫男人叫我叫我 因為小幸運的話是女歌手唱的嘛 所以我是男生的聲音 所以那個音調可能不太好 對 所以我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比較難 比較辛苦 那雖然我唱得不過好 然後也就是明天也很害羞 可是明天的話就是好好努力的唱 她一直在給粉絲打搶心針耶 先把她梗撲了有沒有 說不要給我太大期望喔 然後明天給大家經驗 其實唱得非常好 那種感覺 沒錯就是那樣 請大家不要太多期待喔 請大家不要太多期待喔 OK 宋中斤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點是 他是少數男明星可以出美妝書的 保養書的 而本人看到呢 真的皮膚非常的好 皮膚 皮膚 嗯 謝謝 不客氣 謝謝 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很難得會有男明星來分享 分享你的保養心得 你跟我們說一說這個事情 你跟我們說一說 這個事情 喔 일단은 항상 드리는 말씀인데 먹는 음식이 가장 제일 중요한 거 같고요 네 我一直對大家 就是講一樣的話 就是 我覺得吃 就是吃的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그리고 피부관리는 남자든 여자든 다 상관없이 이렇게 건조하지 않게 然後 如果說 皮膚的保養的話 不管男生或是女生 我們 皮膚要有保濕的 保持水分 這個問題 是非常的重要的 그리고 뭐든지 몸 속이 좋아야 것도 좋아지는 거라고 생각을 해서 네 그런 생각을 좀 많이 하고 있죠 然後 我覺得 人要就是外表看起來 比較好看的話 你裡面的內部 要先好 才能讓你的皮膚也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 橡游先生 很重要 橡游先生 對他來說 是太難了 其實對 翻譯來說 比較難 就是對的意思 接下來 有一個很難的問題 要問你 你準備好了嗎 OK 如果有一天 搭船不小心 漂流到荒島 你只能選擇一位同伴 陪你在一起野外求生 有四位 五位 四二 五位好朋友 給你選喔 包括 宋慧喬 劉亞人 胡寶劍 趙影成 李光書 這五位 好 你會選哪一位 陪伴你在 孤島求生 很難嗎 宋慧喬 維亞人 劉亞人 張宇好人 張宇好人 劉亞人 張宇好人 張宇好人 光束嗎? 不要小看光束喔 因為它那個很高很長可以摘很多水果 光束 那就光束了 就因為這樣嗎? 因為我個子比較小嘛 總要有一個人會爬樹或摘東西啊 所以把他當猴子使喚 那我選擇你光束 如果漂流到光島都很久沒有人來救你 你要對著他二十年只對他一個人覺得OK嗎? 但是我選擇你光束 那我選擇你光束 因為我最喜歡的說話 因為我最親愛的朋友 20年至30年也有 我最喜歡的朋友是光束 我剛剛講的那些話是開玩笑的啦 因為李光珠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 那好朋友的話 不管是你跟他活個二十年三十年 我覺得這次真的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當然會選擇自己最要好的一個好朋友 李光珠來陪伴 我們其實在很多場合可以看到 呃 宋龍基跟李光束真的是 Best couple Best couple Best couple 可以把我跟宋慧喬搭在一起嗎? 沒辦法耶 光束就 但他們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都看得出來 大家也非常關心 因為畢竟呢 宋龍基有很多很好的 不管是電影或者是電視的作品送給大家 不管是今年的太陽的後裔 或者是2011還是2013年的浪少年 其實大家也都非常喜歡 是很經典的角色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角色是你很想挑戰 可以告訴大家嗎? 什麼 今天也就是 演過的或是什麼 演過的還是什麼的? 演過的 演過的 演過不是嗎? 演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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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悲傷啊 啊 都哭死了 那 但那是幽默年了 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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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不用學啦 哭死了 啊OK 對不起 啊對不起 所以 幽默年的時候當然是很悲傷 但是 也很悲傷的故事 那跟那個也差不多 希望可以更悲傷一點的 愛情故事 那樣子的愛情故事 그리고 아까 말씀드렸的 《那些少女時代》 那些作品 在韓國也很久以前 《응답하라》 那些作品 那些作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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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的就是比較可能以前 很美好的過去 然後讓人們看了之後呢 會有這種讓人回去 回想過往一些美好的事情的 這樣子的一個題材的戲劇 也蠻想挑戰的 OK 我們非常期待 宋忠基在那個影視方面 會有更多更好的表現 謝謝 因為今天那個記者會的時間 真的非常有限 問題可能就到這裡了 最後最後 我們都知道 宋忠基這些日子呢 都在這個中國啊 香港啊 很多地方做這個 粉絲巡迴的見面會 所以他的中文聽說進步了很多 還有沒有什麼 剛剛我們沒聽到的中文 可以再在這邊 跟大家再秀一遍呢 一定有的 我來到 台北 我來到台北 明天 我的粉絲 開開心心的玩法 開開心心的玩法 耶 太棒了 這裡沒有任何提詞器 他沒有帶任何耳機 而且剛剛我們還講一些阿里布達的這麼多問題 他還記得他要說剛剛那段這麼有誠意的話 他真的不愧是韓國學霸 就是太聰明了 沒有沒有沒有 太厲害了 沒有沒有沒有 好 最後請讓我再花一點點時間 感謝一下贊助廠商 因為待會你一走 我念的就沒有人要聽了 不好意思 那個群房的環節在這邊呢 就要告一段落 這一次呢 為各位再介紹一下 全程主辦單位是 Blossom CM BLESS 樂福文化 HSCNN 台北站主辦 香港樂福寶輝娛樂 台灣的太陽娛樂文化 聯合主辦 致樂文化 也特別感謝台北站呈現花椒直播 於是明天不只是 現場的粉絲可以看到 花椒直播 花椒直播 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粉絲見面會 特約贊助是 愛奇藝的台灣站 唸完了 不好意思 我還以為你在唱老神 那我已經好多年沒有來到台灣了 那這次來到台灣呢 希望可以跟我的粉絲們 渡過一個非常愉快的時間 那希望大家明天 也可以來到現場來捧場 然後明天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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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鄧中斤 明天見 See you tomorrow 謝謝Spawn 也謝謝所有媒體的朋友 謝謝我們的主持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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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